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立拼2024大選 20次參訪基隆衛浴觀光工廠 指示一旁接待的董事長洪團章 不但是總統府現任的國策顧問 也是基隆市小英自有會總顧問 和現在的自有會榮譽顧問 引發了聯想是要來基隆拔樁 那我們今天來主要是學習 因為這個是衛浴設備台灣的大廠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段時間 還是到各地方去研究產業 或者是一些地方上 有些什麼樣的建設需要做的 主要是學習之旅 那你說 至於你講那個想太多了 再三強調是學習之旅 柯文哲實際參觀衛浴設備 對於現代化又先進的衛浴設備 相當的感興趣 所以你家裡也是明治馬團 我牛蛋是我重來不用 有沒有想要換一下 最新民調出爐 民進黨賴清德支持度36.5 第一 柯文哲上升到29.1 緊追在後 國民黨侯友宜 則下滑到20.4 其中20到44歲 最青睞柯文哲 我倒覺得選舉還有七個月 台灣不是只有選舉 每天還是該做事情要做 民調是這樣 看看就好 民調要投票那天高才有用 其他日子高也沒有用 柯文哲下午前往金融區議會 才一抵達就有支持者索取簽名 隨後柯文哲和金融區議會 就是差不多四五十個這樣 會不會覺得很欣慰嗎 就是有總統參選人來關心 當然是這樣 任何總統參選人來關心議會 幫助移民是我們最大的焰光 柯文哲最後在前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前秘書長謝麗公等人陪同下 前往金融天險公參拜 結束一整天的金融學習之旅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